大家好,身在美国纽约的蔡霞最近又发了推特了,咱们听听 蔡霞是很厉害的人物,人是前中央党校的教授 那政治觉悟,那当年曾经提的,爱党爱国,党国不能分 中央党校教授,咱们得好好听一听,可厉害了 现在在纽约了,所以有时候我之前说过 之前这些人有多给你洗脑,多么爱这个党,爱这个国 反过来他有多恨这个党,恨这个国 所以爱恨就是一瞬间,还是看我频道 我这个频道没有他们那么极端 什么爱恨呢,在我这儿,咱们用逻辑说话 先听听啊 中共当局在11号集合了中国内部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五大宗教团体 召开全国性宗教团体联席会议第14次会议 其中强调,宗教界应姓习姓党持续推进宗教中国化 前中央党校校教授蔡霞痛批 习近平所推的宗教中国化是公然推行政教合一的宗教政治化 使圣职人员成为中共另类宣传部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 本次会议由中国宗教团体联席会议 轮值主席、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房兴耀主持 除了五大宗教等领袖出席会议外 轮番发言外 中共统战部副部长、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也出席会议 并讲话 会议强调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是全国性宗教团体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 会议指出要坚持中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用中华优秀文化浸润中国的各个宗教 以个固定心的精神和教真碰硬的 尽头推进宗教中国化不断深入 针对宗教中国化 蔡霞也在推特上痛批 她说什么呢 说宗教中国化是以国家暴政权力为支撑 公然推行政教合一的宗教政治化 无论是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还是伊斯坦教 其教职人员实际上成了中共另类宣传部 执行中共的洗脑、毒心任务 并与维稳结合 控制教徒与信众的思想 习近平所提出的宗教中国化 是中共对宗教界人士及其信众的政治绑架 党校教授蔡霞 按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 以前是大五毛 又红又砖 好像是你干了40年中央党校啊 是不是 那你按理说这个政教不分这事 你应该40年前就知道了 40年前跟现在比那都是一样的 而且是你教出来的 那党员干什么不都是你教出来的吗 你不是有名的是不是 又红又专 又红又专 就是你知道啊 原来你知道啊 原来你知道这些东西是不对的 按你的话说吗 思想控制吗 你40年前干嘛了 你不能说你干了40年坏事 你现在拍拍屁股一走 我退休了 我回过头来骂呀 那我说你这没道德呀 你是在批骗所有人的 那你当年是不是红卫兵啊 啊 粉红啊 红凸的 是不是啊 那比五毛都五毛啊 你说五毛老师啊 然后现在呢 你都知道那是不对啊 然后你不告诉人家 啊 你你你 是吧 上班的时候你不告诉人家 你告诉人家 是不是啊 反向呢 给洗脑 是不是啊 宗教界 政治化 然后你现在出国了 然后你开始反了 那大家想一想啊 这帮五毛粉红 他们有没有一天身在国外 是不是也要反了 现在他人在国内 他可以天天吵着 是不是啊 共产党万岁 是不是啊 我们就是正义的 我们就他妈的天生正义 是不是 洗脑洗脑又怎么样呢 洗脑那边也是正义的 天天喊这个 出国以后呢 这玩意会不会变呢 就你看啊 你看很多事 你要看他一贯的底层逻辑 要看他一贯的思想 一贯的 他不是他今天说什么 以后他可能变的 我觉得这些人是一定啊 你要你要看清楚的 特别像蔡霞这样 在国内说一套 到美国说另一套 那这样人不可信呢 不可信的蔡霞 另外你说这个宗教中国化 那宗教不中国化 难道是外国化吗 哪国 外国多了 日本化 韩国化 越南化 菲律宾化 马来西亚化 欧洲化 欧洲好多国家呢 欧洲有好多国家 俄罗斯化 乌克兰化 波兰化 德国化 法国化 哪一国化 只有中国化 所以有人中国化没有错呀 那不中国化 你宗教不说中国化 你说哪国化 就得中国化 本地化 这叫本地化 另外人家共产党 人家共产党 要求宗教界和中央思想统一 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错的 因为宗教是意识形态 如果中国出现多重意识形态 你看看法国 我希望蔡霞你看看法国 法国现在就是什么 多重意识形态 那如果法国的这种 光一个伊斯兰的一重意识形态 就把法国闹成这样 中国呢 刚才是五大宗教啊 每个宗教都是一层自己的意识形态 不控制住 那中国社会 你想中国社会的人口可是法国的多少倍啊 中国不得大乱呢 大乱对中国有好处吗 当然要控制 我觉得控制宗教没有问题 但是你看控制程度 就是他自己内部发展的程度 另外啊 宗教这东西是不可能被洗脑的 你如果真正你信这个宗教 别的人他也无法进入你的意识形态 他只能在外部给你来一个控制 内部还是由你自己内心来处理 你不可能共产党进入你内心呢 所以我说蔡霞这个东西啊 明显就是为了污蔑啊 为了打压啊 我觉得说话没有任何没有任何证据啊 说中国能控制一个啊 意识形态非常强大的一个宗教啊 中国用意识形态在控制这个意识形态 那怎么可能呢 如果我这个意识形态控制另一个意识形态 那你这个意识形态不存在了 你就不是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 你还是吗 你不是了 那既然你不是这个宗教了 那我怎么控制这个宗教 我没有控制 他已经不是这个宗教了 听懂了吧 不是 根本就没有意识形态控制 意识形态控制不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意识形态要控制 很难 你只能在外围 给他划出一个界限 不要让他过界 像法国那个是 天真出去闹 砸杀 真正信仰啊 真正信仰这些宗教的人呢 他是不会受到 我觉得是不会受到 外来的意识形态的干扰 对吧 同样你信道教的 或者信佛教的 也不会受伊斯兰教 基督教的影响 别的意识形态呢 他也不会影响你 你信仰不同 他们不会干扰 人呢 这个信仰方面啊 他是有独立性的 所以其实不会 既然伊斯兰教 基督教也不能干扰到佛教 道教 佛教道教也很难干扰到 基督教 伊斯兰教 各自有各自的一个 是吧 心灵的净土 那你说共产党 他的这套啊 共产主义思想 社会主义思想 共产党这套思想 他能干扰到这五项吗 他也干扰不了 现在中国做的是什么呢 是把这里边的极端的 对社会不利的 影响到社会发展的 对社会有破坏的 那部分极端势力 不稳定因素 要控制住 真正你信仰这个宗教啊 你会与世无争的 你不会干预到政治 不会干预到这个社会啊 就是普世社会这个 这方面 你不会参与到社会上的 这种政治斗争啊 或者社会运动 念佛你就在念佛吗 求你的佛 求你的心就完了 你参与到社会干嘛呢 所以啊 中国这个控制 其实是把什么 把社会层面的这种参与能力 参与的这种力量 给他控制起来 而你真正啊 在教堂 在佛寺 在道观 在什么 在清真寺里边 你念佛 吃斋 或者是祈祷 你们干你们的事的这些人呢 不参与到社会政治活动的这些人呢 对你没有影响 听懂没有 哎 我觉得我比这个 是吧 党校校长讲的好 这你也分开 就共产党这种啊 他这种宣传目的是啥 是把参与到社会啊 参与到社会 因为各种宗教 他也要参与到社会 参与到社会这方面 对社会要影响这方面 他管控起来 你该吃斋念佛 还是你想祈祷 对吧 我们不管 但是你不要干预到社会 如果你干预到社会 那我们就要控制起来 给他控制到很小的范围 就这股势力 这种意识形态 不要到社会上 其实就是跟中国现在进红卫兵 进这帮红卫兵思想 进这帮恨国党思想是一样的 就中国的意识形态啊 不要大量的在这个 媒体上啊 还有在社会上宣传 中国还是普世啊 就是说 做到一种 这个世俗国家 老百姓不要有意识形态 那你看 道理是一样的 你真正在佛寺啊 在这个 道观啊 在教堂啊 清真寺 祈祷这些人啊 不干扰你 因为你追求你自己的内心 没人能干扰到你 你该去还是去 就切割开了 而那些是吧 借着这个宗教名义想参与到政治的一些 全部被管起来 就是你这些啊 以宗教面目参与到政治 对不对 你像伊斯兰教有很多 是吧 佛教里边有一些啊 道教还好 中国这个道教我认为是世界上啊 很奇特的宗教啊 从来没被任何这个政权打压过 那么血性的成绩思汗呢 是不是啊 和这个和这个道教 是吧 道教祖先 咱们这个还对酒 对他说对隐呢 互相之间还谈论这个长生不老之术 就是你可以看啊 这个道教能呢 存在于现在 我觉得是中国古人的智慧 换了多少民族 换了多少统治者 道教还存在 所以我的道教真的就不参与到政治 而其他宗教不一样啊 你看看基督教 是吧 罗马还有个教皇呢 那他能不参与到政治吗 他只要参与到政治 就会影响到你社会 影响到你的社会 你能不把它控制住吗 你到分清啊 中国呢 其实要控制这一部分 想要进行什么 政治干预 或者是想要进入世俗社会的这部分 政治力量 宗教界的政治力量 要把它控制住 而你真正追求内心 你真正想自己修仙成佛 还是 是不是 玩这个基督教那一套 还是想这个 像那个清真寺里边啊 天天祈祷 没人干涉你啊 你自己内心啊 你在自己内心里想干什么干什么 谁也干涉不了你 你如果是个虔诚的 你是个虔诚的 你自己那个信徒 没人能干干预到 这般上 你想祈祷 你找块布 往一垫 你也能祈祷 谁能干涉 你干涉不了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 是中国干涉宗教 中国也没那个能力 干涉到你内心 每个人有每个心的 每个人的独立心 干涉不到 如果干涉到了 你突然被别的意识形态 占据了内心 你也就不是虔诚的信徒了 所以对虔诚的信徒来说 不可能干预到你 而不虔诚的这些人里边呢 他有别的主意了 什么玩政治 那想玩政治的 当然要控制起来了 所以你要你看懂啊 蔡霞呢 我不想多说了 蔡霞呢 真的啊 国内一个样 国外一个样 我希望大家也看懂 千万不要看他今天说了什么 你要看他一直以来 他给你的底层留意 另外大家也得知道啊 像蔡霞这些人呢 当年是又红又专的啊 现在他自己批评这些又红又专 那我觉得你们自己 在反过头来看看那些又红又专的 是吧 自己的心里也得有数啊 这些人到底是不是 代表着这个普世价值 人类普世价值 不用我说 也不是我说 你看看蔡霞怎么说 自己也得看看 有的时候吧 这个极端呢 不管哪个 左边右边极端都会啊 让自己的思想 走向错误的方向 另外蔡霞呢 并不是说蔡霞就说的对啊 蔡霞也是抱有政治目的的 政治目的啊 他打的主要就是共产党的这个 习近平吧 执政者 那就想吧 他打执政者的目的是啥呀 我要回去 我把你这个执政打起来 未来我们来执政 那你看啊 共产党换了一拨人 习近平这拨人换掉了 换成他们这拨人 那你认为啊 有有有区别吗 不还是共产党吗 啊 但我觉得这个粉红啊 啊 还有这个红卫兵可能着急了 又换主人了 换成蔡霞这拨人 真的啊 我觉得红卫兵 你们也得想一想啊 你之前换这个 骂这个使动啊 使动人家老换主人 是吧 一会是拜登 一会是川普 你们不换主人吗 你们也在换主人 真的啊 红卫兵自己得想一想 万一有一天 是吧 主人又换了 换成蔡霞了 换成蔡霞这一类的 那我不知道你们高喊的那个主意啊 还能不能实现 到时候你别再痛骂什么 现在台上这批人 那你就尴尬了啊 尴尬了 你再翻出来前几年自己放的视频 自己看很尴尬呀 是吧 那你和使动尴尬的场景是一样的 你看你看透了 这两拨人呢 是一模一样的人 只是主人不同而已 都给人家跪下来 主人不同而已 所以最后啊 他们也是最后的疯狂啊 狂喜之后 其实是自己的尴尬 中国呢 我还是希望稳定 不要这么内斗 换来换去 老换主人呢 这帮红卫兵受不了啊 有一天薄瓜花呀 是吧 薄姬来这帮人又回来了 又尴尬到死嘛 那好尴尬呀 尴尬呀 是吧 那都跑到海外去反共了 为啥呀 反共 反共反的是啥 不是共产党 是台上这拨人 你看 另一拨共产党 反对现在这拨共产党 你说透了吧 说透了 有时候反共啊 你看透以后 什么反共啊 反正是当政的 他才不反共 他自己比共产党 还文革那套 所以你得看透啊 我觉得我这个频道啊 是完全能把这个东西说透了 你看我频道啊 你心里没有什么 没有负担 不用玩意识形态 也不用玩那种什么 谁对谁错的 没有负担 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啊 其实就摆在这儿 有些人视而不见 有些人呢 装睡 你呀 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咱们也没有必要去叫醒他们 最后留给他们呢 就是什么尴尬 尴尬 时间会证明一切的啊